天日暴雨 襲江西九江上游水庫泄洪 7月8號 長江九江段出現絕口 洪水浸泡九江城 一人被急流沖走 9號又傳出鄱陽湖絕堤 洪水沖毀湖邊道路湧入民宅 住在鄱陽湖附近的曹先生表示 上游水庫泄洪到長江的水盜灌鄱陽湖 造成當地洪災沖垮了一些房子 此外 9號凌晨起 福建南平武夷山市多地遭遇大稻暴雨 武夷山景區關閉 現場視頻顯示 洪水滾滾而來 有的房屋快被洪水磨頂 汽車被沖走 9號湖北黃石陽興富河中游也發生一處潰口 潰口持續擴大到40米 6500畝農田受災 8號下午5點左右 湖北省黃岡市五穴市花橋鎮 正宮塔社區金竹河堤也出現長約40米的潰口 附近的4個村莊 6000多名民眾 1萬多畝農田受到嚴重威脅 青唐人記者熊斌 陳傑採訪報導 6号 8 509 5 7 1 2